不许卖给李慧,160万就卖门面,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,我们吃饭的时候说好了,最少卖240万,大家都不降价,这房子就值240万,你160万卖了,你要让我们的房子都不值钱吗? 你看,我就说了160万不行,这不是人家都找上门来了,你再加点钱吧,不然真不好说。 你刚刚都同意160万卖了呀,有什么不好说的,房子是你的,卖多少钱你说了算,你管别人干什么? 因为它影响我们这一排门面了,今天他私自把房子160万卖掉了,那我们这些房子都不值钱了,我们以后卖200多万,还有人要吗? 真是奇了怪了,我们是买卖的双方,他想卖多少是他的自由,他哪怕100万卖,你们也管不着。 怎么管不着,他这种行为就是扰乱市场,是得罪我们所有房东的事。 你就再加点钱吧,我是真心想卖,但也不能搞得大家不愉快。 这样吧,你就再加40万,我冒着得罪大家的风险,我也把房子卖给你。 别说的那么大义凛然,谈好了就是160万,你到底卖不卖,不卖我就走人了,我大不了不在你们这一排买门面了,这个城市虽然不大, 但是门面多的是。 你别着急啊,咱们不是正在谈吗? 生意都是谈出来的,这也算是一两百万的生意了,我们肯定要好好商量呀。 你这是好好商量的态度吗? 明明是一百多万的门面,你们联合在一起,非要把价格压在两百万以上,你觉得会有人买吗? 谁也不是傻瓜,我出到160万已经是最高了,你要卖就卖,不卖就算了。 卖,做生意讲究诚信,说好160万,那就160万卖给你。 保留,你不把我当回是是不是,你要撕毁我们当初的约定是不是? 我没办法,我着急用钱呀,我女儿要出国留学,你给我拿钱吗? 你一天喊着要卖两百万以上,我两百万卖给你,你买不买? 你要买我二话不说就卖给你,你要不买就闭嘴吧,不要管我卖多少钱。 你现在卖了,就是得罪我们这一排的房东,这个圈子你就别想混了,我再和你说一遍,160万不能卖。 我卖我的房子,你管得着吗?得罪你们又怎么了? 我卖完房子,我都不和你们来往了,你们一群老家伙坐井观天,还以为自己有多厉害,把几十个房东组成一个什么圈子? 其实就是一天到晚,你们几个人自说自话,自吹自擂,说什么自己有人卖有关系。 你说你们要带我赚上钱也行啊,我也能帮你们吆喝两声,实际上呢,一毛钱都多赚不了,找你们办点事,钱收了,事也办不成,你说我还和你们玩什么? 给你们面子,叫你们一声歌,不给你们面子,你们什么都不是。 你简直太放肆了,你非要这么干是不是?那我今天就让你卖不出去,理会,我的门面150万就卖,你别买他的门面,买我的门面就行了,我们的门面是一模一样大小。 崔大同,你搞事情是不是?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?小慧,我们可是说好了160万买我的门面,这可是你亲口承诺我的。 什么叫亲口承诺?五分钟之前你还要涨价40万呢?再说了,没给钱那就是没买,别人随时有反悔的机会,你不是非要和我这样吗?你不是说我自说自话,自吹自擂吗?今天我就让你卖不了。 小慧,我也150万卖,你买我的,你不要买他的,当初抬高门面价钱的主意就是他出的,他让我们这一排房东都不许降价,这个人一肚子坏水。 五一百四十五万就卖,小慧,你不用管我坏不坏,你没必要和钱过不去,不可能一模一样的门面,你多花五万块钱去买他的吧,再说了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崔哥,我们有必要这样吗?要是我也跟着你降价呢,咱们要喊到多低的价格,这样只会两败俱伤,我们图什么呀? 你都把我的面子放在地上踩了,还问我图什么,再说了,你也没有降价呀,一直都是我在降价。 小慧,他只是叫价一百四十五万而已,绝对不可能真的一百四十五万就卖给你,但我的一百五十万是成心的价格, 你不要听他喊得低,他只是不想让我卖给你。 说我不是真心卖,小慧,我现在就可以和你签合同,就以一百四十五万的价格卖给你,多一分钱我都不要。 行,你够狠,我一百四十万卖,有本事你在比我低,你要是比我还低,我就让给你,我不卖了,你要卖你就卖去吧。 这可是你说的,男人说话要算数,小慧,我一百三十九万就卖,咱们现在就签合同。 另外一边 老板,咱们店的人手不够呀,我以前给小慧当店长的时候,除了我都有十个员工,现在加上我才六个人,咱们店要赶紧招人。 找什么人,你光指挥别人干活,自己一点活都不干嘛,现在不就后厨忙一点吗?你指挥完,就去后厨帮忙去。